你看 感受到那個 好好吃 你有沒有發現台南很多食物的調味都很難 所以大家都一直說什麼 台南人都吃很甜很甜 確實 就明明就沒有 那是食材自然很甜甜 沒錯 可是台南人有誤解了 台南人不是每個東西都超甜好不好 你看我們很多很有名的食物 都一點點甜 它看起來不像甜甜圈啊 我以為是 今天就是選一選人 OMG 各位 我現在去台南了 我這個制服 我今天穿出門的時候 我爸就說 欸你這樣走出去跟人家說你還是學生 我也行 我爸應該不是奉承我吧 欸講話 你要跟我講話 對啊 應該不是吧 應該要拿掉 肯定不是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會騎腳踏車騎到這一帶 因為我外婆家已經在這一帶 然後再走走走走到這附近的公車站 然後搭公車去學校 然後今天的整個行程就是 但是會完全模擬我當初搭公車的路線 但不會先直接殺去嘉齊女眾 會先去那個 我以前放學的時候很喜歡去的 國華街 但它現在已經變觀光聖地了 沒關係啦 還是 台南到處都是觀光聖地 林郭應該在 我為什麼沒有 喔對面 對啊 作為以前的台南人呢 我會直接直直的穿過去 但是呢我已經在台北被童話了 所以我現在在找斑馬仙 那比較長的是那個 我記得是那個 手工不接 給大家看 欸我好久沒吃囉 給聊天室先吃一塊 喔可是如果是大家喜歡 化工的布丁 那個很是家裡 因為它味道很淡 喔 因為化工布丁的那個 奶香味很濃 但是我其實比較喜歡 口味比較淡的是 奇怪欸 我是台南支持嗎 應該不是吧 可是銀波 銀波在台南你有名啊 80年老店 跟你差不多搭 對 比我小一點 前面是那個 很多東方客都知道的 文章是有夠多 但是 身為台南人的 我其實沒有吃過 不吃文章 台南人絕不排隊 會排隊的台南人 就是台南 真正的台南支持 你有排隊過嗎 在廁所的時候 然後走到東東 其實在台南 我吃過的蝦皮 之前沒有到很多 大概三四家 但東東是我目前吃起來 我比較喜歡的 喔 那妳要買嗎 會啊一定會買 因為我有時候去 去台南 我買半手禮回去 我都買東東 喔 我們這樣一圈進去 感覺好可怕喔 等一下 你在外面等就好了 欸它的外型好 時尚喔 而且它用黑色的包 看起來就很高級 今天是先吃 它好像沒有那個 看起來很像那個 以前都會買那個 我知道我知道 很像豆腐包包 對對對 有有有 有有 很高喔 跟銀波完全不同的味道 它的那個 焦糖味好像 比較強烈一點 跟銀波比起來的話 低口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瞬間覺得 好像有一個芋泥的感覺 最佳是 我買蝦餅 我都會挑這家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它很高 我這樣不用騎 因為在裡面就是安品 哦 這也是安品啊 這在裡面是 一道南平哥的光光 你要買過嗎 哦 我要買 小包的蝦餅 這蛋就像嗎 蝦餅 這個蝦餅也很好吃 不知道它味道有沒有 我也很久沒看 小片子先吃 它超脆的 嗯 會爛了 現在台南公車 好心動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多破舊 他是肯定的 超實破舊 我現在真的感受到 川德宮 這不是一件多為何的事情 看我現在很緊張 我要趕快躲到布街裡 所以這都是你上學的路線嗎 不是 現在這個是放學的路線 哦 因為要順路 因為這條是我下課之後會來的路 只是 現在變得很觀光區 感覺很不錯 然後布街在那裡 這邊就是觀光客比較不知道 哦 因為一些coast food的園買材料 就是 對對對 為什麼在這邊 然後 現在很多電器都沒開 因為 他們平日開的比較低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甜甜餐店 這個 哦 那妳要買嗎 要 要要要要 我要 一個脆皮甜甜餐 還要什麼 要不就好 哇 以前 是一個喜歡吃甜食的人的時候 XX超啊 而且摸它超熱 呦 又大又熱 對 但還是會把糖走掉 因為我不喜歡這麼多糖 它看起來不像甜甜圈啊 我以為是 甜甜圈就是一圈 對 哦 我的天啊 把它從最細的那裡開始 欸 對 先給觀眾吃 把它的包 它很脆欸 你看 感受到那個 好好吃 它真的長得好多 還是我記錯價格 我真的不記得它以前這麼貴 那如果這個大小40塊 我覺得 以我台北人來 我覺得還是 嗯 不錯欸 不錯欸 不錯嗎 它很好吃欸 我高中超級愛這一點 其實每次來不接 如果它有菜 我其實都會買一個 來吃 哦 它現在變在這裡面 哦 我看到了 對對對就是那個 那可是要是吃剉冰 它是剉冰 那妳要吃嗎 要 好 我高中都可以拿 我真的不錯 我每次吃剉冰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大家都會把那個料 拿上來的 我超級不會拿 就是 我高中時候會吃的 發飽 因為我通常都是 有同學要吃的時候 我才會跟著一起吃 我一個人的時候 就不會吃 因為它滿大碗的 來 聊天室先吃 啊 好古早的約會 我幾天 我從來 來 吃 我 要拿 敏感性給它吃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在北部就吃不到 你要認真說 它其實 它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天家的骨骤 耶 北部並現在比較花長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以前還用這個味道去賣 你很難賣得好 因為它其實都沒有加 現在大家都喜歡吃很多調味的食物 啊這個就是 冰的 冰料 冰料 它是吃一個懷舊感 因為走到海岸 有一個我以前會買的古早味蛋糕 它今天可能是沒開 因為我記得它不開假的 台南很多店就是非常的任性 一般在台北根本看不到假日休息的餐飲店 這邊有一堆假日休息的餐飲店 海南人真是任性 一段時間後 欸你都看我看 莫酒是拉麵嗎 他每天都看 他為什麼這樣害羞蛋糕 切一點 怎麼會有人再配一蘭 你們這樣會嚇到阿伯 他其實就是味道很清淡的 很早味蛋糕 然後濕度很夠 對 蛋糕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台南很多食物調味都紅蛋 所以大家就一直說什麼台南人都吃很甜很甜 很醬 確實 就明明就沒有 但是食材自然沒有一點點 沒錯 但是台南人有誤解了 台南不是每個東西都超甜好不好 你看我們很多很有名的食物 都一點點甜 主播你是不是味覺壞了 你才壞了 來了 我的學校不是這一間 是對面的 噢 他改名了 好懷念喔 打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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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懷念喔 那一本這邊是那個 高級女子中學 現在已經變高級中學 反正以前上學的時候 這邊下車 然後我們就在跑去那邊的吐司吐司 買早餐 然後再回來 可是現在吐司吐司就超級多人 然後那邊轉進去有一家 那個糯米藏店 就我很喜歡吃的糯米藏店 不能進去嗎 家裡女中本來 平常就不會 開放外園 因為畢竟 以前 女中 總是會有人想要前路啊 喔 確實